长臂猿家的宝宝被吊包了 这个长臂猿它是比较特殊的 它会有一个变色的特征 听说过变色人 变色蛇 变色乌贼 变色长臂猿难道是新乌种 就是刚生下来的时候宝宝是一个颜色 比如它们生下来都是那种金黄色 或者淡黄色的 然后到了大概半岁多到一岁之间吧 它会经历一次变色 它会变成就是公的跟母的都会变成黑色 然后这个公的呢就保持这个黑色 它一辈子都不会变色 然后这个母的呢 它就会在性成熟的时期呢 再变一次色 以后就不会再变色了 为什么我看到的长臂猿家庭都是一个颜色的 灌长臂猿啊 白眉长臂猿啊 白家长臂猿长臂猿啊 这些是会变色的 昆明动物园的一只小长臂猿 正在变色机 你找得到它吗 一定接受感觉 独播放